那0.1%的女性是被推崇的 作為0.1%以外的我們 神秀者我不夠好 我就是不如別人 我不值得的心理狀態 嗨 大家好 我是美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最近真的變得好冷喔 大家最近過得好嗎? 我感覺好像又有一段時間 沒有跟大家敞開心心來好好的聊天 那今天我想要談論一個不太一樣的主題 大概也是有感於最近收到更大量的訊息 就是女孩跟我說天冷的不想運動 又忍不住嘴巴想吃各種零食 那體重也不知不覺的身高 對自己的身材感到更加的不滿意 甚至延伸出嚴重的焦慮感 快樂不起來的憂鬱情緒 作為一個常常提倡運動 以及健康飲食的KOL 看到這些訊息 我真的是其實是心有其其言 因為我覺得在社群網路日漸普及化的現代 我們每一天都是接收到完美體態的定義為和 其實看到這些照片會激勵到我們 但是呢同一時間沒有人告訴我們 怎麼去面對還不完美的自己 所以我發現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那確實我也花很多年的時間在摸索自己的歷程 跟不斷跟自己是處於一個和解 跟一直對話的一個狀態 才逐漸著重呈現在你們所看到的美 說到我自己的運動的背景 那很多人都聽過這個故事了 就是大概在2016年 我大二的時候 我是一個高體脂不喜歡運動的泡芙人的女生 這體脂大概落在30% 然後也是跟大部分的女生一樣 對自己的身材感到相當的不滿意 而開始了健身運動的旅程 那最一開始呢 其實也是對營養完全沒有概念 但是當一投入瘦身之後 就完全開始瘋狂的結實 瘋狂的做大量的有氧運動 那的確在一兩個月內 我瘦到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體重 也就是46公斤 我相信現在很多年輕的妹妹 也都覺得就是像韓國女團的 44公斤到46公斤 才叫做理想的體重 但是當我真的瘦到了 我怎麼會快樂不起來呢 我的身形是瘦的 但是是很乾扁 然後整個人駝背 完全沒有力氣 甚至我吃一口 比如說吃一口飯或是吃一口肉 我都覺得我好討厭自己 跟我很不喜歡現在的狀態 讓我思考 到底什麼叫做完美 完美的身材就等於健康嗎 完美的標準真的存在嗎 或許不同的文化社會 或者是人的不同階段 對於完美都有不同的定義 那在後續的路上呢 我就不再對體重那麼的緊緊計較 而是把這個追尋 放在自我內心的探索上 到底什麼是讓我感到自信 而且狀態是良好的 所以我投入了重訓 我愛上每一天拾起重量 跟突破框架的感受 我的體重就不知不覺的 從最早的46公斤 演變成現在的52-53公斤 所以在很多女生看來 我覺得哇 上升了將近6-7公斤 但是我覺得我在這個過程中 我獲得了自己 我的確有遲疑的時候 但是我覺得我也是在從 11的階段中去找到 到底什麼是讓我覺得 健康而且快樂 且有自信的狀態 我也常常是有前後的體態對比照 告訴大家 不要再被體重所綁架 有時候體重的上升 是因為肌肉量的上升 體態反而會隨著肌肉量的上升 而變得更有線條 變得更好看 在展現自信的一面的同時呢 我也時常偶爾的 不吝嗇的跟大家分享 我也有在你們看來沒有那麼好的狀態 那令我意外的是 這些姿勢反而能引起更廣大的女孩們的共鳴 這讓我意識到 產生共鳴的背後 是廣大的 集體式的 女性對於體態追求的 嚴重焦慮與不安感 然而你們不覺得 吊詭的是在那麼過度 提倡外表的 現代 那0.1%的女性是被推崇的 作為0.1%以外的我們 承受著我不夠好 我就是不如別人 我不值得的心理狀態 我們被教導我們必須要更努力 卻沒有人教我們如何去面對 99.9%不那麼完美的自己 或許在你們看來 妹已經很棒了 已經擁有大多數人所嚮往的身材 同時之間 我還是想要再度的跟你們分享一下 不同狀態的我 例如說夏天啊 冬天的一些差異 或者是有時候月經來潮 水腫的時候 其實很多狀態是 我覺得我完全能夠理解你們的心情 所以啊 會影響外觀的因素 其實是非常的多的 提借當然是占很大的因素 其他例如像是水分啊 壓力啊 荷爾蒙等等 其實都是外在變動的因素 我是覺得時候 在我們看來那些 肚子超級平坦 然後超級乾瘦的 IG上的女生 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因為就你們看很多健美選手 他們都是在比賽前 然後要進入非常嚴苛的 減碳的狀態 然後要喝大量的水 進入身體脫水 然後才會有那麼LIN的身材 但是其實比賽完之後 他們只要吃一點東西 或是喝一點水 其實體態就不會像 他那個時刻的狀態 那麼那麼的LIN 那我覺得在我們看到那些 網路上真的 身材超級超級漂亮的模特兒 我覺得很多時候是基因 跟 或許他們真的很苛刻 每一個時刻都是非常苛刻的在對待自己 所以有時候我們也要辨別說 到底我們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人家為了那個瞬間 他們願意為生活犧牲那麼多 但是作為一個我們想要正常生活 擁有社交生活的我們 我們怎麼去坦然接受 不是隨時隨地都那麼好的 自己的狀態 那我們如何在不斷的變動 無法掌控的外在因素下 例如疫情也好 或者是當外在對完美體態的定義 已經漸漸在行訴的時候 我們還能從不完美的自己 不完美的狀態中 學習到什麼呢 我會說停止過度的推崇 停止相信美只有單一的標準 停止讓你感到壓力 或者是不快樂的外在刺激 當你看到靜音中 你認為還不完美的自己 停止告訴自己 我好醜 我好胖 我就是不好 我就是不值得被愛 當你看到肚子上面的肥肉 停止告訴自己 我吃太多了 我不夠努力 為什麼別人做得到 我卻還是做不到 是呢 你開始以過度的運動 以及激烈的節食來懲罰自己 所以你開心了嗎 你獲得你想要的了嗎 你只是從負面的輪迴中 漸漸失去了自己呢 連自己喜歡什麼 追求什麼 都漸漸的不知道了 因此停止 停止以下的思維 並展開以下的思維 我確實不是在最佳狀態 但是我對我自己保持信心 我喜歡吃美食 吃美食是人生的一大福氣 想想看世界上有多少人 因缺乏糧食而受難 甚至因厭食生病而飽受了痛苦 我要感謝食物 感謝食物帶給我充分的能量 以及愉快的心情 即使我喜歡吃美食 我也不會毫不限制的吃 讓自己的身體感到不舒服 我能意識到我的進食 並盡量攝取對我的身心有益的食物 並保持食不過量不浪費的原則 認為這是為我的身體負責的方式 因為我希望我能活出健康 並且長久的人生 記住這是為了你自己 當你坐下來 肚子上有些許的脂肪 你要告訴自己這很正常 女性需要脂肪才能保護子宮 用些許的脂肪更能確保月經正常的分離 順利孕育我們的下一代 你要學會與脂肪和解 你的功課不是消滅它 而是告訴自己 我不會因此而否定了自己 我很棒 我很努力了 我是值得被愛與愛人 並且我為不同階段的自己 感到非常的驕傲 而且我非常的慶幸 我選擇的是我自己 而不被外界變動或僵化的審美觀 所影響了我自己的信念 就是說無論如何 我的內心都是堅定的 我的驅動力以及成就感來源 都是來自於自己身上 我愛我自己 這不僅僅只是一個口號 而是我深深的感謝我的身體 為我做過的任何事情 我想為自己變得更好 而不是為了任何人 無論別人說什麼 我都持續且恆定不變的相信自己 謝謝你的收看 希望這支的影片 多少帶給焦慮不安的你一些信念 我想說的是很多時候 沒有人教導我們怎麼去面對 一些比較負面或是比較猶豫的情緒 很多時候你必須要學會堅強 跟學會自己去排解 但是更重要的是保持堅定的信念 我想說的話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